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义德报德 侯宽 佛家教导我们大慈大悲 愿情平等 这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修禅会发达 别人对我们好 这有恩啊 我们要知恩报恩啊 现在世间人为什么忘恩负义的人这么多呢 不知道恩德 连世间圣人都教导我们 以止报怨 以德报德 我们要知恩报恩啊 纵然别人毁谤我们 侮辱我们 陷害我们 我们也以亲近心对他 以真诚心对他 就是以止报怨 这个直就是佛家讲的执心啊 就是真诚恭敬 我们还是以真诚心恭敬心对他 这是理啊 这是做人的道理啊 为什么呢 绝不给人结冤仇 要晓得冤仇结了之后啊 生生世世 报顾完的啊 怨怨相报 那到什么时候才聊呢 今天别人毁谤我 无辱我 陷害我 这是我们的古报啊 他为什么不去毁谤别人呢 他为什么不去陷害别人 他陷害我呢 我一定是过去深中 毁谤他 陷害他嘛 今天碰到了他来毁谤我 陷害我 运运相报嘛 应当要接受吧 这个账到这里就了了吧 我再不起怨恨心了 再不起报复心了 这个账到这里就结了 没了 没事了 孙修佛 一定要记住 如何把过去深中 跟一切众生切的恋 在这一生当中 多把它化解掉 你说 好不好 一生当中 未尝有一个我怨恨的人 我看不顺眼的人 没有 这叫真意修行呢 他纵然是 无辱我 伤害我 处处跟我作对 这是什么原因 过去深中 遇到了吗 不是这一世的 前世的 我们决定不能远远相报 我们一定在这一次 就把它化解 化解的方法 无论他对我用什么手段 他打我 他骂我 他冤枉我 他陷害我 我们都要用 真诚亲信 平等心 爱心 就对他 把他化解 他不理我 无所谓 别放在心上 下次见面 无论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账户 我们对他贡献 我们对他爱护 他有困难 我们全心全意帮子的 把这种怨恨化解 这就对了 一切众生跟自己 没有两样 于念其理 平等 于生死 都不二 谁要懂得 于念其理 不二 自他不二 常常 思念 佛在经典 这些 不贵的教训 念念在心 一教奉行 如果对于 这些冤家在主 还有一念不平之心 马上要求懺悔 我错 他为什么跟我结议 当然是我自己做得不好 不能令他满意 我自己应当 改正自己的确信 改正自己的毛病 希望做得更好 能令他满意 这叫说佛 这叫顺心 不可以随顺烦恼 不可以随顺心 要随顺 佛心 随顺 自信 你要是想通 想明白了 所有一切语言 都是对你修行 提升 境界的 增上人 对你都有好处 都有帮助 帮助你 断烦恼 帮助你 小业长 你要感恩 这真话 毁调我的人 侮辱我的人 随碍我的人 骗害我的人 对他们统统要看看 没有这些人 我们无时介绍 造这些军业 怎么效 这些人对于我们这种行为 效也大点 修复 都不常讲啊 我们用什么功啊 在哪里用功啊 头一条 把内心宣处啊 对一切人所对练 化解掉 别人跟我对练可以 我不跟人对 从这里学习 你的不行 你的功夫 才真会有成就啊 真诚性 清净性 平等性 正确性 慈悲性 就是从这里学习的 还跟别人有对立 都没有了 真诚 清净 平等 就全没有了 慈悲 都没有了 这个样子 所以化解 在那 化解 怨恨 化解 怨愁 从来做 从自己 不从对方 要从对方的话 永远不能化解 从自己 这个功夫 要做 念佛的人 用一句佛号 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把所有一切 云情 债处 全部解脱了 全部化解了 化解之后 心情 思塞 快乐 化解 中 长生 欢喜 感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